你最近都因为朝政费醒王时的 怎么突然有闲情意志 派我来放纸鸳了 看明剑男儿春日时 总是约上新杀人 同放纸鸳 所以 公主 公主 你也在这儿放纸鸳啊 在 今日我与曼妖 既使所为普通夫妻来此处拥完 不必距离 那既然 殿下都这么说了 不如我们一起放纸鸳比赛怎么样 不够输了的 可得接受惩罚啊 比就比 来 无忧小心啊 消沙快点飞啊 你不是说你放纸鸳天下无敌吗 怎么输了 你站我后面 我紧张 小大人 那你的意思是 你输了是因为我吗 哦 那倒不是 当然不是了 嗯 是因为我记不如人 无忧 你怎么把纸鸳给放走了 民间流传 纸鸳飞走 便是带着一切的苦难与灾患 一并走 我向上苍祈求你我 还有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都无病无灾 平安息乐 我对你 这就是你说的惩罚 带孩子们玩 对啊 公主 你不知道 就这些孩子吧 天天产着消沙 我都没办法跟他说 悄悄话呢 好 今天啊 我来带这些孩子 你就可以尽情地 跟消沙说悄悄话了 孩子们 你我哥哥 你我哥哥 小心啊 你我哥哥 殿下 王妃 都怪属下 是属下管教不中 孩子们 过来 我给你们发糖吃 你 你 有没有按时做功课啊 好 给您 浙州地震后 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 来到王府 一开始都不讲话 如今 被这个 也不爱讲话的人 照顾了半年 都是变得活泼起来了 可不是吗 这半年啊 他的心里都是这些孩子 根本没有我 乖啊 都有都有 来 明月姐姐 这束花是萧哥哥让我送给你的 谢谢 真乖 快去吧 来 孩子们 快到姐姐这儿来 快来 来来来来 你们快走吧 孩子们就交给我跟无忧了 快去 我给你玩游戏 小儿的游戏啊 早应不想见 好啊 好啊 小莎 嗯 你看啊 虽然说殿下 每天都是忙于朝政的 但是他每天晚上 都和公主一起用完膳 像他们那样的 才是相亲相爱 我们两个都在一起 一年多了 哦 那我知道了 我保证 以后只要我在王府 一定每天都陪你吃完饭 你就知道吃 笨蛋 哎 刘月 那 你愿不愿意 嫁给我这个大笨蛋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啦 我来呀 这边 这边 别动啊 别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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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走 不许看 殿下 公主 怎么样 孩子们好带吧 我倒是还好 只是乌庸 好像不太行啊 小莎 他们该上课了吧 你放心 我这就带孩子们走 孩子们 咱们走了 咱们回家上课了 再见 再见 公主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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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小莎哥哥的话 听话啊 没有 小莎 你说你这么喜欢孩子 不如我们也生几个吧 谁要跟你生孩子 我要跟你生 是 不 我 不是 我 把你拦着 我 你拦着 我 去 你拦着 我 不是 你拦着 你拦着 不过我 那便嫁给我吧 做我唯一的王妃 我们养育自己的儿女 有自己的家庭 今生永不放弃 将手败刀 无用 我会让你等太久了 总有一天 我们再无关南北两津 无关国仇家亥 就像今天这样 美好幸福的回忆 覆盖从前那些痛苦的过往 你愿意再等我吗 美好幸福的回忆 好厉害 一年前 副将军凭借福皇后的奉印 魏国 因惧怕副将军的威名 不敢趁我北林内乱之机 大举入侵 着实厉害啊 这一般英雄实乃天皇贵昼 天命所归 好 殿下 这说出人 要说这福皇后啊 众人都知道 她早已丧身于森严宫那场大火中 却不想她竟还活着 原来当年她被以宫女所救 只可惜啊 她那倾国倾城的容貌毁于一丹 还因受惊吓疯多年 真是可惜啊 我听说当年她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哪 是啊 这福皇后啊 本身就是前臣国的公主 美貌洒多不居俗流 这当初先皇为了求娶她 费了好大的力气 只可惜她红颜薄命 现在啊虽已疯癫 但好在北境摄政王极重孝道 便寻名医为母医病 将必用不了多久 她便会恢复神志 是 这位硕树先生 为什么总讲北境的事啊 倒也讲讲我们南境的 对啊 对啊 北境的摄政王虽然厉害 但我们南境的黎王殿下也不差嘛 大家说对不对 对啊 是 要说这南境啊 当年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黎王 当初为女子放弃唾手可得的江山 如今躲在南境 同样沿用先皇北境的年号 终究背负叛臣骂名 什么叛臣不叛臣 我只知道自黎王来到南境以来 实施了善民政策 我们再也不用受氏族的攀剥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这位兄台 你此言差矣 黎王殿下虽说变法小有成效 但氏族根深叶茂 恐怕变法难以持久 这内乱方定 北境又在虎视眈眈 边境又骚扰不断 将来要是打起仗了 恐怕我们还是输多赢手了 这受苦的 客官 还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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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 来 来 成王殿下 是成王殿下 撤 撤 我殿下回来了 成王殿下回来了 快快快快快 你们看 还真是成王殿下 听说罗池将军的罗家军 已经平进了边境 估计啊 马上就要办事回朝了 这太好了 是啊 是啊 他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罗家军捷报已传 连陈国的使臣 都迫不及待地来到青州恭贺 可是 黎王殿下究竟去了何处 怎么不来亲自迎接使者 黎王殿下 今日另有要事安排 就由本王暂待他理政 刚才这国书诸位都看到了 特使要求 以国君之礼会面 要黎王 前往陈国合蒙 实在是余礼不合 国君之礼又有何不可啊 如今 民间百姓议论纷纷 萧萧之人 更是散布谣言 说黎王殿下不称帝 是因为做了叛臣一子 心中有愧 比不过宗正无仇 其实黎王殿下 才是先皇正统 只要尽快登基称帝 必定万民归心 是 蔡大人 黎王殿下是要沿用先皇一号 便是表明了对先皇的忠孝 而他不愿意看到南北混战 给我北林造成伤害 而黎王殿下 已曾多次 对陈国表明态度 要将我整个北林置于一己私利之上 先定北林再论他事 只是陈国 此次邀请殿下会盟 比前几次更为迫切 甚至提出借兵于我朝 有了陈国的支持 我们征伐北境更是如虎添翼 我想殿下也不是不会答应 国君之礼虽僭越 但殿下也不是不可当 孙大人以为如何啊 老臣听从黎王殿下的意思 只是黎王殿下 现在并不在此 这不称帝的主张 究竟是范阳王的意思 还是黎王殿下的意思啊 将臣子们究竟如何揣测啊 不离 不离 黎王殿下 以后 让我抬起来 在游戏上 我就会将尸戏 你将尸戏 在这儿 李公子 就是 王殿上 这是 那 回来 你被称帝 因为我安大帝 您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我七哥断不愧像复仇那样 企图谋反 行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之决 这北陵一日没有安定 我七哥便一日不会称帝 再做诸功 若有人再敢劝我七哥 不思报仇 偏安称帝 便随我去一趟前线 清理一次诗山血海如何 黎王殿下已经嘱咐过 若是陈国特使求见 便以他不在青州为由 由曹大人代为出使陈国 交割边境开放 买卖互通的事宜 至于这两国合盟一事 再另做商议 是 臣必不如使命 原来我七哥早就安排好了 此次罗家军一战 还没有平定边境 就已经传信于我 让我犒赏将士 蔡大人 我此次提前回青州 就是要告诉你 在罗职将军班师回朝之前 还请你调拨装款 抚恤将士 不得延误 如今百废待兴 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我奉七哥之命 彻查过君资账目 在实施变法以来 君资赏赐装款装用 若有短缺 怕是有人贪腐独职 罗职将军的性情 当然你是了解的 罗家军要是少了一两银子 怕是你整个 蔡氏家族的祖产 让来充当军费了 殿下 你这是为难为臣 殿下 为感谢前方战士 护我百姓英勇奋战 老臣 远捐黄金白粮 靠上将士 是孙大人 还是老师 罪事大体 据我所知 在实施变法以来 你们孙氏的土地充公最多 可是老师 你从来没有阻止过变法的实施 这是应该的 那蔡大人 以为如何 臣 必定在罗家军回朝之时 将封赏 送到罗家军手中 如此甚好 不许在罗家军手中 我许在罗家军手中 你终于在罗家军手中 把罗家军手中 才躲在府中的 只是 如今我身份尴尬 如若就这样公然地 出现在朝臣面前 那被非议的不止是我 你也会受到牵连 变法本就艰难 我不想再因为这件小事 而横生之解 埋妖 你所说的这一切 我都不在意 别人的非议算得了什么 我只知道 你既能和我一起面对千军万马 自然就不该隐藏在我身后 你因为过去种种事情 不愿意接受王妃的封号 这我都能勉强理解 但是若你连堂堂正正地 站在我身边都不可 我又如何能心安呢 好 我答应你 我会跟你一起去的 这一年来善明变法 初见成效 本就有你一半的功劳 我们既能携手渡过难关 就当并肩享受这份光荣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需要你的帮助 是否是罗职的事情 我的心事从来都瞒不过你啊 这一年 我们在南境 实施善明变法 削弱了士族 同是罗职将军在边境 屡历战功 就在此时 派和那些寒门军师 又趁势而上 罗职他一向狂妄自大 若是一味地放人 或许会嚣张难控 是啊 所以我才特意将吴玉 安排在他的军中 我和吴玉都认为 罗职虽然为人粗犷 性情暴力 但的确是治军宽颜有度 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材 可这样的血性男儿 当不取于强权 更不单于财色 只有让他心悦成福 才能得到他的忠心报效 你放心 我自有妙计 我会让你收服罗职 是何妙计 陈王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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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七早 秦叔你们今日去郊外游玩了 难怪都没人迎接我了 殿下 公主 我拦他了 实在是拦不住 我又不是外人 不需要同胞了吧 陈王殿下 你有所不知 你去了军营这一年 王府里有了新的规矩 在殿下和公主用碗膳的时候 其他人不可以打扰的 碗膳已经准备好了 请殿下公主用膳吧 来人 给拳王殿下再备一副碗筷过来 是 七哥七嫂 你们每天就吃这个啊 这还不如我在军营的伙食呢 我还想着回到王府啊 可以改善改善 慢腰是体恤你们这些 在边境作战的将士 特令王府用度一切从前 这些饭菜啊 是你七嫂亲手所做 我们可都坚持一年多了 这些饭菜 一看就知道 是我七嫂的手艺 不过 我怎么觉得 我七哥 有那么一点不乐意呢 我没见过 代言 没儿子 再怎么回事 这些贡猪 以后 不会是 这种贡猪 不过 你就 我们 不过 要是比得過她 再來挑戰我吧 這我可不敢啊 萬一把我七嫂給傷去了 七哥你還不得殺了我呀 公主 這是可兒特意為您做的藥膳 可兒的藥膳 那我要嚐嚐 這是您要送給可兒的書啊 吃吧吃吧 我要來嘗嘗七嫂的手藝 大叔 找到了 找到了 這就是血污 什麼血污啊 本王也可以幫您找啊 你才找不到呢 這血污長在最為艱險奇絕之處 要大叔這樣的武功才能找到 而且這血污 是關公主姐姐的性命 你說是關曼藥的性命 嗯 可是這一年來我接王府來報 都說她身體糠健 我還以為她的病早就治好了 而且我剛在外面看到她 也並沒有覺得她身體 有什麼不舒服啊 公主姐姐現在看起來 適合常人一般 應當是不知什麼時候 服用了解藥 可我總覺得 她邁向平穩之中 又實有隱憂 或許是那毒並未解得乾淨 你是說這血污可以徹底解毒 因為我翻遍了醫書 也始終不知姐姐在西起 種的是何種奇毒 但我卻在醫書中 找到了血污這樣的靈物 既可抑制體內毒性 又有污髮的奇象 那要等什麼 趕緊告訴我七哥 等一下等一下 等找到了血污 再告訴她也不遲啊 就讓她現在覺得姐姐 無病無災得不好嗎 況且要是沒找到 豈不是空歡喜一場 你這個小丫頭 這一年長進不少啊 對 你說得沒錯 我七哥和曼妖 確實力氣磨難 好不容易才可以 像今天這樣 開開心心地待在一起 大叔 我們現在就找找 血污長在什麼地方 好 大叔 我們走吧 好 等等 本王在王府呢 也甚是憋悶 剛好出去走走 你們要去哪兒找血污啊 就這兒 是憋疾山 這地兒沒聽過呀 哎 丫頭 你這消息可靠嗎 我昨天晚上啊 可是編了一大通謊話 才騙到我七哥 跟你們出去的 要是白跑一趟 我可虧大了 喂 你幹嘛總盯著無相子先生啊 大叔啊 你怎麼總是皺著眉頭啊 你要老是這樣嚴肅 游絲過重會傷極脾胃的 最重要的是 什麼 傷極脾胃 就會長皺紋 長皺紋就會顯老 不應該啊 我們習武之人內氣充沛 往往比正常人要年輕 怎麼會顯老呢 當然會顯老啦 只可惜沒有鏡子 不然的話就可以讓你看看 你現在皺眉頭的樣子有多老 不然你可以照照我的眼睛 裡面可以倒映出你的影子 還是我的眼睛比較大一點 你要看我的眼睛嗎 可兒 那你看我現在像多大 四十 我看起來有這麼大 你看啊 這樣就好多了 喂喂 天都快黑了 有機山挺遠的 你幹嘛 時候也不走啊 我們快出發吧 走吧 小姐 你現在彈的這些曲子啊 你以前那些 埃怠切切的好聽多了 你只是覺得好聽 你只是覺得好聽 那是您沒有聽懂 你要是听懂了 并不会是这般欣喜的样子了 有的时候啊 我当时还挺羡慕你的 这不懂要比懂得快了多了 孙小姐聪慧过人 却还羡慕我们这些笨丫头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凌月 你怎么来了 我还以为你的萧大人一回来 你就不来看我了 孙小姐的意思就是不欢迎我了 那凌月走了 凌月 这一年来啊 多亏你常常看望陪伴我 如今 你我也算是患难与共的好姐妹了 这平日里啊 我都是与你平辈相待 从来不曾要你叫我小姐 如今 怎么因为一句玩笑话 说走就走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那 公主送你的新茶 春宁 是 就用上个月融洛送我的茶来泡 是 多谢荣了 多谢王妃娘娘这一年来一直记挂着我 这美济所得的新茶 都早早地送给我来品尝 不只是公主 离王殿下也经常提起你 是吗 是啊 离王殿下 他时常都会说起你和他在青州的那些旧事 这旧事终究是旧事了 玲玥 请你替我向殿下和王妃转达我的谢意 如今殿下和王妃苦尽甘来 终成美满眷属 真的是羡煞旁人啊 雅离 不如 你同我一同去王府啊 当面对殿下和公主之谢 他们两个看见你啊 肯定高兴 不了 我这一年里也没有出过府 我也不想见别人 雅离 其实你要是出去走走的话 你就会知道 旁人早就忘了那些旧事了 绝对不会用异样的眼光再去看你 再说了 你天天自己在府中抚擒 你上哪儿去找知音啊 这殿下和公主倒是懂点音律 只不过最近他们政务太繁忙了 已经好久不曾一起工作了 小姐 茶来了 好香啊 嗯 新泡的 小姐 我还想啊 豹 母亲 我还想让我给你 我还想让我做事 你应该不松弄个闹 我们在这面 我保证自己 不必多礼 王妃娘娘 这是雅离亲手制的安神香 送给娘娘 不成敬意 多谢雅离 许久不见 你还是这般有礼 那我就要多多感谢 你的安神香了 该好为我解用 王妃近日难以安眠 不是我 是无忧 她最近总是忙于朝政 常常深夜放回 又迟迟不斗入睡 若是这安神香 可祝殿下入眠 雅离倒可以多致谢 送给王妃娘娘 那就多谢雅离了 雅离 请 不知道你这一年过得如何 我几次让凌月去 邀你来府中做客 但都听说 你身体欠佳 不愿出门 多谢王妃关心 雅离身体已经无碍了 请坐 坐下了 娘娘 您这是在一起 这是我与殿下 下的半句惨奇 因为我们下一半 她被朝屋给打断了 所以就这样了 你若是愿意 不如我们把她给走完 好啊 娘娘跟殿下 既是眷履 又是知音 真叫人羡慕啊 不像我 孤身一人 无人相对 许久都不曾下棋了 绝处逢生 真是一不好奇 此时 虽舍去了这一大片的棋子 但却另找出了一条生路 有舍必有得 放弃前程往事 又见柳暗花明 雅丽 你这一年 并门不出的 一定是在苦连奇异吧 雅丽确实一年不曾下棋 早就守生了 雅丽虽然找出了一条生路 但也舍去了大量的棋子 现在白子势颓 结局已定 即使我再怎么挽回 这盘棋 我也是输定了 雅丽既不在下棋 那还弹琴吗 也不曾弹了 毕竟雅丽的琴 本身就没有娘娘弹得好 娘娘 雅丽突然想起 与家父还有约 雅丽先回府了 父亲 你去王府了 是 看来 你想明白了 为父这一年 劝了你多少次 让你借着去见 荣乐公主的机会 多接近殿下 父亲 雅丽今日去见荣乐 只是下棋 未曾见过殿下 看来 你还是没有明白 我的苦心哪 殿下与荣乐 间谍情深 并无任何可以让女儿 容身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去做 只要你愿意去做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明日罗织回朝 殿下大言宾客 你带着琴 明日随我一起去 总得让殿下知道 你这个人还在 父亲 女儿不愿意在人多的地方 平白惹人闲话 你愿也得去 不愿也得去 殿下一想不惜燕饮 要不是罗织好酒 你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孙家早已尽非昔比 罗织这些寒门粗人 越来越得宠 我的老脸都豁出去了 你的利益算得了什么 是 女儿遵命 恭喜罗将军 恭喜各位将军 凯旋封来 多谢多谢 请 对不起孙小姐 没关系 那位抱琴的小姐 本将正闲来无事 可否过来弹奏一曲 替本将解解闷啊 罗将军 这是老臣的小女雅离 前来和王妃切磋秦义 既然是孙大人的女儿 那秦义必然了得 现在殿下迟迟未到 大家干坐着也是无聊 本将毒瘾也是无趣 不知雅离姑娘 可否闪光啊 是 连离 你就为罗家军将士 弹奏一曲吧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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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記得 請問問你 恭賀羅將軍凱旋歸來 羅將軍 殿下還沒到 我引下幾位又何妨 殿下自己迟到了 难道还会怪我喝酒吗 罗将军功高盖世 此焰就是为罗将军而赦 提前饮上几杯 殿下不会怪贼 可纵观这席上 并无如罗将军一般之人哪 殿下究竟是何事单可 这都过了小半个时辰了 怎么还没来 罗将军 近日来 国泰民安 无关正事 殿下 怕是被庞然拖住了 何人能拖住殿下 这整个南境 恐怕能拖住殿下的 就只有那位王妃了 罗将军在外领兵作战 有所不知 现在 在殿下的心中 恐怕这整个天下 都不及那位王妃重要 是未来的王妃 未来的王妃 难道殿下还没娶她 殿下只是将她收入王府中 还未入妃籍 不过殿下对她宠外飞肠 经常带着她四处游山玩水 遗物正事 而且 殿下 很听她的话 有时 甚至连正事 都要和她一同商议 才能下阶段 一个女人她能懂些什么 连我都知道 红颜祸水的道理 殿下比我聪明得多 又怎会受她捕获 是 各位大人 离王殿下 因王妃娘娘身体不适 不便出席 请各位大人即刻开宴畅饮 为罗将军 接风洗尘 孙大人 你说这女人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今天突然就病了 莫非 是她不待见罗将军 也难怪 听说咱们离王府中的 这位女主人 善于琴棋 温柔贤淑 素来 是看不上这军旅粗人哪 老子虽然是寒门出身 但是流了多少血 受了一身伤 替殿下打下这江山 罗家军立下汗马功劳 连殿下见我也要礼让三分 如今 为了一个狐媚女人 不来赴宴 真是荒唐 荒唐至极 你说谁是狐媚 你是何人 竟敢如此大胆 以下犯上 我是王妃侍卫统领 只从属王妃一人 以下犯上 你不配 哼